谢菲奥德大学 以及医学而文明 于2011年被评为年度最佳大学 一增孕育出五名诺贝尔奖得主 其研究成就非同返校 我校现在有两万五千名学生 其中四千人为海外留学生 是英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一 工程学院共包含七个部门 自动控制集系统工程 生物化学工程 土木结构工程 电脑科学 电子集电机工程 材料科学 机械工程 以及两个跨部门的学科 航天工程 与生物工程 各部门除了精于本科研究外 亦致力于发展跨学科的研究项目 在最近的研究品质评估中 我校有67%的研究成果 被评为世界领先 以及国际优秀 根据2011学年的记录中 我校的研究收入已超过9700万宝 此外与工业伙伴 例如波音公司 老斯莱斯等其他大型企业 合作运营的研究所 Advanced Manufacturing Research Center的收入 也达到了1600万英镑 2011年 谢菲尔德大学开展了 为期15年的工程学院发展项目 其中包括在2013年 以及2015年 分别竣工的两座工程学院大楼 和盛侨治校区的扩解 以便为研究人员和学生 提供更多的研究设备 为培养处杰出工程师做准备